我们就来谈谈这一次失事的是 九九旅 其实九九旅被称为铁军部队 是我们要派到东沙去的这一支 对 他这次这个部队 是九九旅是我们陆战队守备旅 那守备旅的话 他当然本身的这个装备 其实相当侧重在就是说 进行岛屿的守护 我们这次东沙就是派他们去 这次他们就要由他们来去 因为当时过去在台海飞丹危机期间 那时候当时我们兵比较多 当时的东沙岛是陆战队派了一个团 加强团过去 人很多 但是现在来讲由于改成全部兵 相对来说兵员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多 但这次他们应该可能会 至少派一个至少加强连 或接近到赢的这样一个兵役 上去驻守东沙岛 其实为什么称他为铁军 就是过去这个部队前身 甚至于可以溯及 就是说溯及到什么 过去在北伐时期 那时候国军 那时候在北伐军 在向北边进军的时候 打过最激烈的一战 就是当时跟军阀 然后进行在一个叫丁四桥的地方 发生了这个丁四桥会战 当时黄埔的国民革命军 跟当时的这个军阀的军队 就在丁四桥这个地方大打一仗 而且打了一仗以后 双方其实损失都相当惨重 但是我们当时以部队来说 那当时的这个黄埔这个部队 非常以少甚多 然后把这个仗赢了下来 因此当时就授予这个部队 一个铁军的一个外号 那后来这个部队 当时打赢 这样的就是九九旅吗 当然现在翻号不叫九九旅 像我们现在很多国军的这个部队 就是说他当初由这个部队 就等于说由这个部队 然后来成立以后 来不断的翻号变更或者什么 最后这个部队就接续了当时这个 当时这个铁军这个部队 这个原先的这个翻号 或者说原先的最早的部队 如果说你把部队的这个历程 翻开来看的话 最早可以这个部队可以追溯到 那个当年这个铁军这个部队 所以当年的铁军部队 就是他的祖师爷就对了 对 陆军的浦光部队 过去的三三三四 现在是三三三旅吧 就是为什么叫浦光部队 就是黄埔之光 九九旅 就是跟三三三是同样一个来源 所以他的血统纯正 对 那他们这次上去 因为我们讲 就是说是东沙岛的这个防务 那当然这次去东沙岛的这个防务 我个人猜测 他应该不会带什么M60战车 或155这个自走流 那他主要是因为 在岛屿要做机动的这个防护的话 他这次应该是属于那种 轻快的这种轻便装备为主 例如他们这次会期待 像那个双联装的刺针飞弹 其实我陆战队很早就接收了 这个赤针飞弹 但是是双联装的 也就是要弄一个脚架 三脚架把它固定好 然后两个人 然后来操作 像这样一次可以发射 两枚的这个赤针飞弹 但是现在美方 也同意提供给我们 这种单兵西形式 就一个人可以扛着跑 然后另外一个人到时候 帮助他发射 这样一个这个 这个监设防空飞弹 让他防空性来说 他能够有更好的掩蔽 我干嘛呢 因为你看 他这边架一个台子 弄一个三脚架 攻击军很容易就看到他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躲在一个掩体里面 然后那个探个头出来 对不对 然后看到那个外面 这个情况 然后到时候突然站到外面 把这个赤针飞弹发射出去 发射出去 攻击军道很难 及早侦射跟预防 那另外像他们 在反周波登陆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配备 像这个托式反战车飞弹 托式飞弹可以装在 这个汉马车上面 发射家装到汉马车上面 然后可以在岛上 进行一个机动的一个防御 那托式飞弹本身 它是一个喷咽穿甲弹 其实它也可以不仅是攻击 这个战甲车辆 也可以攻击登陆舟艇 因为如果说今天 他用托式飞弹 打造一台登陆艇的话 登陆艇上的人 艇跟艇上带的装备 全部都是他的那个 都是他的这个奖金 那另外呢 他也如果说今天 有敌军登陆已经迫近到 快要登陆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可以用 这个红尊火箭弹 那红尊火箭弹 同样也是单兵吸行式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命中这个战车的时候 他也是用喷咽 然后可以产生这个 非常大的这个喷咽热流 而且他操作也很简单 他一个单兵 携带一个这样一个发射筒以后 射完之后就丢 而且也可以利用岛上 他可能可以建很多 类似像这个坑道 或是这种防御的这个战壕 然后在战壕跟战壕之间 快速移动 然后在最需要的时候 快速移动到需要的地方 然后进行一个反制攻击 好 所以这一次出事的是 我们海军陆战队99旅 那可是我们的精锐部队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臂章 上面还特别写了 铁军的字样 刚刚其实像我已经谈到 他的来源是来自于 当时的北伐之战 但我们仍然要面对 为什么每一次汉光演习 大大小小的事故不断 特别是今天还发生了 这一起重大意外事故 舰长据说你参加过汉光 也曾经经历过重大事故 我当年在陈公健 干副长的时候 我们陈公健刚服刑是 那一次汉光演习 11号的海军的指挥机舰 11号 今天是36号 36就是25年前 然后我是代表海军 曾经到了资本海滩 去参与演习的计划 你到那里你就会知道 很多人在想 就是一个演习 对不对 这个演习 坦白说在今天之前 也许推了四次五次了 你们就在这么熟悉里面 为什么这么容易出事呢 也不能说容易 就是老出事呢 原因是你要知道 所有的大兵力的演习 那个附近 你知道有多少飞机 战斗机在这 F5在这 这个在那 战斗直人机在那 搜寻直人机在这 海上的船在那里 每一分每一秒的控制 精准到几分几秒 你要做什么 所有参与部队都一样 是到几分几秒 就是这一秒该换你怎么样了 你要怎么样 分秒不差 全都要分秒不差 当然你说 精准到每一秒倒不至于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耽误到 五秒 十秒 我前面的人 如果耽误我个十秒钟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飞机飞到这 他原来这时候已经准备进场了 突然告诉他 晚十秒他怎么办 他斗一圈 他根本没办法斗一圈 减速完也不可能 飞机停不下来 海上的军舰也停不下来 所以你就知道 每一个人的压力有多大 第一 前面的人不要耽误我 第二 后面的人 我不要耽误他 都是分分秒秒精确 那比打仗还紧张 而且太多部队 在那个狭窄的区域 每一个的成功 全部是要按照计划走 好比说当年 陈务健后来就在演习的时候 是总统正式校约的时候 一个靶机过去 他后面有一个靶 他的目标 要打后面这个靶的 结果陈务健把这个靶机打下来 这是不是当时的画面 我们请舰长 回护一下 当时是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们找到了 您说的那一次的 汉光演习的画面 可能是 那一次打下来之后 我跟你讲 所有在现场的来宾 你看我还找到那三台 老三台时代的画面 那个时候还没有有线电视 他那个时候 打下来之后 现场所有的人 还不知道打下来 对 不知道 因为在很远 不知道 而且动作不能停 不能有一个人跳出来说 对不起各位来宾 我们今天打下了一个靶机 死了这个人 通通都没人知道 继续演习 但是当时死了人还继续 继续一直到检测 你根本停不下来 你知不知道 那你们知不知道死了人 当然知道 演习部队 那时候的演习 所有的那个演习部队 那个无线电的操控 这个控制那个 控制那个 就在那里讲 打下靶机的那一瞬间 静悄悄一片 所有的人心想完了 然后让他继续结束 因为你不能停 我问你停怎么办 后面飞机要进来 进不进来 接着这个陆军的火炮要射射 要不要打 所以你就知道 实际在这个演习里面 因为部队太打 太多的动作 一个卡一个一个卡一个 所有残影部队 我可以告诉你 都是非常的紧张的 那那一次你是在 那一次我就是 那个的副舰长 那什么原因呢 多讲一句话吧 不是 多讲一句话 这样子 我这样讲 这是飞机 对 那一次为什么会 他拖了一个靶 这样子去走对不对 对 正常来讲 这个靶要拖 我举个例子 一万五千尺 五千公尺 是 才会在飞机飞过去之后 靶还没有进入射程 那我们要设的是一个靶 因为我们一过去之后 这是参观台的 一过去之后 后面是一个山 所以飞机要转 一转这个速度是不是降下来 这个把是不是就下下来 好不错 这里有个把就会下下来 一下子会刮到参观台的 所以怎么办 缩短 原来拉这么长的 我们缩这么短 缩到这么短 所以当这个进入的时候 把机还没出去 那他们认为 就是把机照理说 应该离开那个 如果这么长的话 拖把进来 把机已经出去了 我帮你拿一下 就这么长 把机已经出去了 可是那时候 因为怕打到参观台 因为参观台后面就是山 那个台东那里 所以他就 进去就要转弯 不然就撞山了 那一转弯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减速了 这个把 所以他给把它缩短 对不对 就缩短了 好比说缩短到了 五千尺 那因此他进来的时候 打进来射程的时候 飞机也在射区内 可是他们当时认为 这是他们的错误判断 认为这个的高度够 所以他们还是打了 不会 他认为方生炮不会打这个 因为太高了 方生炮有一个射击的范围 你知道 他错误地认为 这个高度够 他就提前可能开放了 一秒两秒 为什么 就差一秒两秒 紧张 因为你要知道 你一过去打不到 那是很难看的 总统在那儿看 因为怎么没有打到呢 因为那爆木 他虽然看不到 爆木的会爆 成功击弱吧 他会爆 那你没有打到 他们耳朵都听得到的 所以每个人都紧张料命 所有掌柜在那儿 一回去就是这样 舰长你怎么没有打下来 你怎么是让他过去了 你知道那个压力是很大 所以当时是非打不可 所以所有的演习的压力都很大 然后打成两段四个人 后来我们一个学弟 在快艇去捞的时候 整个是打断了 这样扶上来 打成两段 不过他们百分之百 那个是非常快就结束了 因为那个速度是 一分钟四千五百发 他什么都不知道结束了 对于今天这起非常遗憾的 重大意外 我们希望还是要能够查明原因 当然今天我们能够坐在电视机前 能够安居乐业 靠的都是我们的国君弟兄 真的是流血流汗 甚至豁出他们的命 来保卫我们的身家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